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英国跟美国一块制裁抖音 抖音这个软件我手机就没装 提起抖音 我想起一个朋友 之前缅甸的一个朋友小竹 他玩合约炒币技术特别就逼 这个就不细谈了 就谈他怎么就开始跟那些粉红杠上了 也就是因为他之前的抖音号有100万的粉丝 每天就是唱唱歌跳跳舞 拍一些缅甸那边的风土人情 可能就是因为某些事情 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结果120万的抖音号说封就封 惹毛了 想一想120万的抖音号得值多少钱 一个粉丝是吧 按照流量经济 粉丝经济一个粉丝往少了说两三块钱得值 往大了说质量好点 可能一个粉丝那都是价值5块8块 是吧 他一个100万的抖音号被封掉之后 直接损失就是得100万来计算 可把他给气得够呛 然后就开始常年累足的 常年累月的开始去杠了啊 开始跟小粉红炒了杠了啊 最近这段时间消停了啊 抖音呢 我是不用的 包括在早些年那时候刚火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我就觉得没意义 怎么着个没意义吧 就是说你抖音一天断晚就是那些说难听一点啊 装缝卖傻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奶头乐呀 奶头乐呀 你看我在做这个油管是吧 油管之前是没有这个时政节目的 没有的 油管之前他都是干嘛的 也是去发布一些什么生活呀 搞笑啊 其实油管他也是奶头乐的产品啊 没什么营养的 你天天看油管你也皮 你也发 你也学不到东西 但是呢 我做油管呢 就是那个时候啊 在201819 我是从19年开始做吗 从18年 其实就有人开始在做时政了 我印象当中啊 就是说 他这个多元化啊 人们在这地方可以通过一些时政 能够了解一些 这个新闻呢 看一看不同的观点啊 听听不同的声音啊 能够去学习到一点东西 能够感觉自己人在进步啊 这是我希望我做油管做频道能够 传达一些我自己的观点吧 咱不是说一定要别人改变什么 而是说呃可以让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发声的渠道啊 这是油管他对于我 当然了现在呢 我已经没那么多热情了 因为这个言论自由这几年啊 然后你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呢 你说什么这也不让说 那个不让聊 动不动还封你号之类的 是吧 现在我都觉得就随缘了 什么流量不流量呢 啊 大家来捧网场来看看啊 来看我 我感谢啊 但是说改变什么什么 那就不那个了啊 啊 就是说呀 这个油管他当初也是属于那种啊 奶头乐的产品啊 只不过后来呢 越来越多元化了 现在我用油管 我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 你比方说我喜欢呃 就是说像将来想要去种植一些什么呃 花花草草啊 而我一搜索如何养殖 如何种植 或者说怎样怎样 你在油管上能够找到一些视频 教学视频啊 这就挺好 这就挺好 这是我现在用油管的主要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原因在这里面啊 那说有点多了啊 再说回抖音啊 抖音啊 抖音呢 它就是更加的快节奏 更加的这个什么奶头热啊 几十秒视频一刷刷刷一刷刷刷 之前我记得有一个邻居的小孩 他父母没时间带孩子嘛 手机扔给孩子一刷抖音能刷几小时 那这不是枪害孩子吗 啊 所以说现在吧 呃 不光是这个美国跟英国说禁用这个什么 抖音我支持 其实我 怎么说呢 全世界我都希望能够把抖音给禁掉 这个枪害青少年大啊 现在呢 是英国这个新闻协会宣布禁止政府手机使用中国的抖音啊 多个西方国家已经基于安全顾虑而禁用这个抖音啊 这是英国国家安全中心是吧 禁止使用抖音同时啊 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啊 欧盟联盟执行委员会已经禁止使用这个应用程序啊 这是关于抖音的禁令啊 那么在昨天呢 我还有这么一个新闻啊 不是昨天了啊 也就是刚发没多久吧 德国之声啊 什么呀 美国要求抖音出售这个中资股份啊 出售 否则就要被禁啊 拜登政府民主党民主党要求抖音的中国某公司出售其在这个抖音的股份啊 不然面临在美被禁的命运啊 那你这个卖你卖多少钱呢 咱们看新闻细节啊 字节挑动60%的股份由全球投资者持有 20%由员工持有 另外20%由创始人持有 不过创始人的股份拥有超额投票权 这在科技公司中很常见 字节挑动2012年由张一鸣梁如波等人在北京创立啊 如果目标是保护国家安全 那么撤资并不能解决问题 所有权的变更并不会对数据的流动或访问施加任何的限制 现在抖音已经承诺斥资15亿美元 保护美国用户个人资料免受中国政府的查阅或影响 外界曾批评该计划的力度还不够 称所有中资企业都会需要服从北京的要求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是使用一些中文的软件 你哪有不被中方监控的 特别是服务器在中国的 所以说现在微信我都几乎不用 基本不用 偶尔会使用一下 但是基本不用 只要是国内的我装我都尽量不装 现在美国有多少抖音用户 有超过一亿的用户 那么进确实是应该进 你这个除了抖音 怎么说呢 说这个抖音 又要说这个拿头热了 它就是一个浪费老百姓时间的东西 我都不止一副在节目里面提醒过社会规则 金融规则 什么法律规则 道德规则 其实这一整套的社会运转 整个体系其实都是由上层阶级 所谓的上层 其实他们人都很坏的 他们设计这么一套规则 其中就是包括这么一个奶头乐 奶头乐 让年轻人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 现在说怎么说 你给年轻人说这些年轻人也不爱听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爱玩 早个20年我也爱玩 谁说的话我也不听 只不过现在一个个坑踩过来 走到今天才发现当初其实自己的长辈 他们是希望我们少走弯路的 他们是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多掌握一些技能的 但是现在社会规则 社会运转给年轻人太多的诱惑 这边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是干嘛的 吸打麻的 多么多就喝酒 遛鸟 20岁出头就看着遛鸟这边 当然了我也遛狗 遛狗子觉得真不该养 养一个狗 你还得给狗养老送终 这十几年的时间长着呢 这些也麻烦 就是说人活着 你得要让自己能够不停的提升自己啊 如何能够去打破这个阶级固化 就得要从认知层面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 但是呢上层社会的人呢 他为了让这些人就是生生世世都是这种奴役奴隶阶层啊 其实都是高辉级产品的奴隶吧 设计一套规则啊 乃陀勒其实就是其中一点啊 那为什么说咱们在看油管的时候 你们可能在看那些其他很多那些什么没有意义的没有营养的 所以虽然在这个眼球层面你看着很爽 但是你看完之后你什么你都得不到 你在这上面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 我不希望大家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啊 这是今天呢 借着这个英国啊 美国啊 禁止抖音啊 咱们顺手来聊这么一个关于奶头乐的这个话题啊 观点我个人的观点啊 年轻人还得要多提升自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啊 让自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而不是随波逐流 这个社会规则他怎么去啊制定这个规则 你就默默的去遵守这个规则 到最后还是韭菜到最后还是人况 你还是无法打破自己的阶级固化啊 那好吧那也先说这么多吧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